你看你倆的狀態 一上來 這邊都炸了鍋了 那邊穩如泰山 是 就是那個拳頭砸在棉花上 特別讓人可恨 她可能只是用語言表達 和她那種情緒 會讓大家覺得 這個女孩是瘋了 我超過在棉花上 索 souesta 阿爾 阿爾 岡山 黑 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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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想聊一下关于成年人的情绪控制的问题 你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情绪吞没的姑娘 你没有能力控制你的情绪 其实你看说了半天 你说清楚他的前流怎么怎么样了吗 你说的话都是情绪的话 你做的决定都是情绪的决定 你整个人是被情绪吞没的 认知心理学里面说 人分两个思考系统 一个叫感性的思考系统 一个叫理性的思考系统 理性的思考系统可以让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感性的决策系统 让你做的所有事 你好像是我逼婚我逼婚 但你所有的逼婚是让你离这个结果越来越远 因为它满足的只是你的情绪而已 作为一个成年人 一定要有对自己有足够的情绪的控制能力 你才能够做成事 你说你要结婚这是一个结果 你要做成这些事 你是需要理性的去思考 我应该做些什么 你觉得你逼得越厉害 他就越愿意娶你吗 你觉得你越上敢着骂他凶他 他就能够离前女友越远吗 婚姻首先它是法律契约 其次它是人际关系 他并不能催俗一个男人 也并不能让你有足够的情绪管理能力 所以现在你最需要做的不是站在这 你要逼婚你要怎么样 回去看看自我 我怎么了 我的思考呢 我的理性呢 我读的书呢 都去哪了 找回那个可爱的你 才是你现在最需要做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今年42 女儿才三岁 我指定抱不上孙子了呗 我指的不是一个年龄 但我指定不是人生赢家了吗 这跟人生赢家没关系 你所描述的所有的一切 不就是一副人生赢家的状态吗 该结婚的时候结婚 该抱孙子抱孙子 该旅游旅游 你那么想嫁给他吗 不是 你是想嫁给他能给你的婚姻 不是想嫁给他 我也见过那种一心一意 想要娶一个女人的男人 他们不会打着谎子说 一年以后两年以后 而是当这个女人 想要嫁给你的时候 我亲其所有 我目前能够做到的 我先把你娶了 尽可能地为你营造一个家 所以那些种种说 我物质条件没有达到 我希望得到你的家庭的认可 我希望比你的前男友更强 我希望能够有更好 丰硕的物质条件再娶 那都是幌子 所以你也不是很想娶的 还谈什么相爱呢 没有那么一心一意地想娶 也没有那么一心一意地想娶 还谈什么结婚呢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